军阀混战时代 也慢慢走向变革 本文列举的清末民出这个期间段内 各式军阀势力单兵装备 以及服饰图解 清末新军医 左边这位使柜子手 武昌起义爆发负责后 负责新占领地方的治安巡逻工作 身穿新师夏季军服 五星冒灰代替了原来的团龙冒灰 手持大砍刀 俗称鬼头刀 腰间手枪是1901是曼丽夏手枪 二 1911年 中间这名清朝新军士兵 身穿1910是军服 深蓝色棉布冬季军装 装备奥地利产 M1888曼丽夏步枪 标准的近代军队制式装备 三 1911年 右边正门市大清新军陆军 正餐领正三品 身穿1910年是深蓝色礼服 配件也是1910市 四 图片上部的龙 形装是 是洛军正参领的领章放大图 还是跟传统相结合 清末新军北洋时期 一 1913年 北洋时期军阀部队 左起北洋军军官 手持配件 留着当时很流行的八字符 二 1914年 中间是手持毛色步枪的颠军下士 军容一般 除了制服装备极为简陋 三 1917年 右边是手持汉阳造的张军辫子兵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留着辫子 不过 装备形象比颠军士兵看起来好多了 北洋时期军阀部队 20年代初期的军阀部队 一 1920年 左一是浙江省防单驾兵 手持有板三十八十步枪 看起来装备精良 二 1924年 左二是孙中山部队中的粤军一物兵 手持红十字旗表明身份 防止物伤 一把传统鱼仔 一个鞋帕包 三 1920年 晚戏定国军 本为参加一战组建的部队起手 四 1923年 川军第一军 装备M1883 温彻斯特哈齐开丝步枪 装备确实寒酸 20年代初期的军阀部队 20年代中后期各部军队 一 1927年 国民党 北伐军军军官 身穿一线浅棕色棉布制服 胸排写着隶属部队 植物等 头戴有青天白地帽灰的大袋帽 装备毛色军用手枪 又称盒子炮或伯壳枪 整体训练和纪律性严明 二 1924年 中间这位是冯玉墙部宪兵 护目镜仅限于防止封杀进入眼睛 并不是摩托化部队 左臂佩戴黑底白圈 协有缝刺的袖标 装备墨新纳干 1891型步枪 三 1925年 右边这位是操作装甲列车的俄国军 身穿缝隙军阀的标准军装 绣标上写着他张宗昌 抽着俄式水龙头烟斗 装备奥地利产的斯泰尔曼利亚步枪 二十年代中后期各部军队 二十年代的凤军部队 一 1924年 左依凤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 二 1925年 中间手持短柄骑枪的凤军军官 和日军顾问穿戴机本 一致 头上是凤军常用的狗皮帽子 三 1924年 右依第四混成旅步兵 手持三八式步枪 脚上穿的是忠实步写 二十年代的凤军部队 二十年代的安国军部队 一 左 一是孙传方布同子军 二 二 中间是孙传方 手持望远镜 一身戎装 时任安国军副司令 兼五省联军总司令 三 又一是孙传方不长毛兵 手持红银枪 回到古代了 这种装备水 准备真是不像正规部队 几处击溃 几处击溃着毫无意外 二十年代的安国军部队军阀部队 一 直系陆军精锐的西茂吕士兵 佩戴的是一顶镶嵌了双头鹰标志阿德里安头盔钢盔 左臂佩戴鞋 也有无字的袖标 装备MP18冲锋枪 俗称花机关 二 凤系陆军士兵 身穿灰绿色加厚棉制冬装 红白色袖标 装备三八式步枪 背着一把大刀 三 直系军阀士兵 身穿浅色卡其部制服 头戴有五色星灰章的大概帽 左臂佩戴鞋有孙 字的袖标 手持雨伞 兼被汉阳造步枪 脚上只有草鞋 四 最顶部是北洋军阀的五色星茂徽 军阀部队直系军阀部队 一 1924年 第三师直系王牌部队传令兵 阿哇兵 二 1924年 大刀队也就是东战队中士 这是古今混呆 三 1923年 第八师第二骑兵团骑兵 手持马刀 身被步枪 四 1922年 第十一师步兵 连工兵产都有 装备相对精良 直系军阀部队张宗昌部队 一 民国初期的时代特赐 白俄雇佣军 入乡随俗 居然连大刀都被上了 二 四号兵 身被斯泰尔曼利夏M1895步枪 三 步兵手持汉阳造 军貌很有特色 张宗昌部队冯玉祥国民军一 基督将军手下的士兵 一手持枪 一手捧读圣经 还以为是个手机 全军读圣经 绝对是民国时代的唯一 二 国民军创始人冯玉祥 朴素无比和普通士兵打扮一致 三 精锐的手枪队 士兵身为大砍刀 手持装备毛色军用手枪 又称盒子炮或伯克枪 冯玉祥国民军北伐时期 国民革命军一 1927年 起手 二 1926年 北伐军 好像是校长 三 第四军铁军步兵 手持MP18冲锋枪 标配草鞋 北伐时期 国民革命军图文来源和东三说 青山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